最近天气比较好,前几天播种的菠菜已经发芽了,绿油油的 今天打算把这个菜箱也清理出来种菠菜,因为菠菜它比较耐寒 这个菜箱夏天我是种空心菜的,天气变冷以后空心菜就逐渐的枯死掉了 发现一小颗金针玉叶,看一下已经生根了 这边还有一颗长寿花,也是之前吊在这个菜箱子里面的,也是已经生根成活 把菜箱里面的土快速的翻一下 之后加一些腐术好的羊凤做底肥,我种菜都比较喜欢用羊凤 因为加了羊凤后期不用给它施肥,菠菜就可以长得很好 而且羊凤比较绿色环保 夏天收了这么多的菠菜种子,菠菜是特别容易接种子的 所以不用再去买种子,把种子均匀的撒在土壤里面 可以撒得稍微密集一点 因为菠菜长出三四片叶子的时候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用小铲子轻轻的戳一下,让菠菜种子进到土壤里面去 最后一步浇透水,放在光照好的地方,一个月左右菠菜就可以吃了